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教大家 Mac 常用的触控版手势以及快捷键 自从上次讲完 Windows 跟 Mac 之后 就有很多在敲完这个新手教学 我们今天还会加码 就是在新手时期一些非常好用的基础设定 所以不管你今天是刚买 MacBook 或者是你已经用一阵子了 今天的这部影片也许都可以让你有所收获 我个人觉得触控版真的是 Mac 系列的灵魂 用起来非常的直觉而且方便 但是对于第一次接触 Mac 的人来说 这个东西真的要花一点时间去跟它相处适应 因为它的用法真的跟过去我们用过的滑鼠键盘之类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建议大家今天在看影片的时候可以跟着实际操作 例如说边听边滑回桌面或是切换画面等等 但因为手势非常多很难记对不对 好消息就是这部影片的最后 我们会制作一个复习表给大家复习 因为我个人也是经历过那个菜鸟时期 我非常清楚就是你今天查完这个东西之后 你可能明天用到又忘记了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把这个复习表把它储存下来 你想不起来的时候呢 就可以用电脑或是手机打开这张图片复习哦 首先第一个要教大家就是 关于文字选取方面的手势跟快捷键 我们今天要选取文字就是先把它选起来嘛 非常简单的就是从开头开始按到结尾 中间都不要放开 那例如我们今天要叫出右键选单的话呢 我们去在这一串文字的上方 用两只手指头按一下 那这个选单呢可以做很多事情 例如说翻译啊 或者是你要Google这串文字也是ok的 例如说有些名词 你想要上网查一下它是什么意思之类的话呢 你就可以直接选这个Search with Google 或者是你接到翻译的话呢 你就是也可以直接选起来然后翻译 那再来下一个要提到的就是 超级重要的复制贴上 我刚换到Mac上面的时候 最不习惯的就是它有一个按键叫做Command 那这个Command呢非常好用 而且非常常用到 例如说我们今天现在呢 要来复制跟贴上文字的话 我们就是用Command加C还有Command加V 例如说今天要复制这一段文字 我就是可以把它选起来之后呢 我就按Command加C 接着找到你要贴上的地方 按Command加V它就会贴上了 或者是你今天要剪下的话呢 你就是按Command加X 把它选起来然后Command加X就会剪下了 或者你现在不习惯用快速键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用刚才的右键选单 里面也是有复制贴上的 然后在Mac系统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功能 叫做接力功能 就是今天当你是iPhone Mac全加餐的时候呢 你可以在手机或者电脑上面复制完之后 在另外一个装置上面直接贴上 那它的用法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你今天两台装置都要是你的Apple ID 然后我们到设定里面 我们在这个搜寻栏这边打接力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一栏是 允许这台Mac与你的iPhone装置之间 使用接力功能 那确定你的装置都有打开接力功能之后呢 你就是可以在电脑上面 直接复制这一串文字 然后手机上面贴上哦 比如说我用我的iPad来示范 它这边就可以直接贴上 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 这真的超级好用的 接下来我们要讲到滑动页面的部分 不要小看滑动页面 有些人刚开始用Mac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困扰的 因为你可以选择它的滑动方向 那滑动的部分呢 就是用两只手指头 直接在网页这边 往上滑往下滑 那大家就是可以依照自己的习惯来选择说 你的滑动方向要往哪边 那我现在设定方式是 它移动的方向跟我的手指方向是一样的 那要调整的话要怎么设定呢 首先我们进到设定 在设定的表单往下滑 我们去找到触控式轨迹板 中间呢有一个卷动与缩放 我们看到第一栏这个自然卷动的开关呢 就看你自己要不要打开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 手指跟页面同一个方向的话 你就是可以把它打开 那如果反向的话就把它关起来 大家就可以自己玩玩看哪一种比较适合你 那这边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如果你今天有用滑鼠的话 你的滑鼠跟轨迹板方向要一样喔 因为在设定里面 其实它们两个是分开设定的 我们现在立刻就来看 就是在左边的这一栏里面呢 有一个滑鼠 这边也有一个自然卷动 那我就是一样也打开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自己来调整 好那下一个要教大家的 就是很多人在问的显示桌面的部分喔 接下来要讲的东西呢 可以说是今天的精华呢 因为有太多个手是真的长得很像 可是功能又不同 就是我们用Mac常常用一用呢 视窗就开了非常多 然后叠的非常多 对不对 那如果这时候我们要取用桌面的档案的时候 要怎么办呢 那其实要显示桌面有两种方式 我们先教第一种方式 就是用五只手指头拨开 大家看一下这个实际的画面 就是我五只手指头呢 在边缘的地方把它拨开 大家有没有看到 它其实是非常靠边缘的 我把它拨开 然后我要回复的话呢 我就是把它滑回来 拨开滑回来 那你可能会想说 如果我是要拖移档案到视窗里面的话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等一下会教第二种方式 那建议大家多练习这个动作 因为这个动作很容易 跟接下来我们要教的搞混喔 那再来下一个 我们要讲到的就是进到应用程式的画面 就是我们平常除了在deck 可以启动应用程式之外呢 在应用程式列表这边 也可以启动应用程式 那这个动作呢 就是刚才从桌面回到原本的画面的 动作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往内抓喔 往内抓你就会打开这应用程式的画面 然后你再滑开呢 它就会回到原本的画面了 我再示范一次喔 就是我往内抓 它就会进到应用程式画面 滑开 它就回来 那这个动作其实你要四指或五指都可以 就是你的小妞妞是可以省略的 那接下来教大家一个比较进阶叫出app的方式 就是使用spotlight spotlight是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 可以快速取用你档案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comment加空白键 它就会出现这个spotlight的一个搜寻的栏位喔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输入任何你想要找到的东西 不管它今天是档案或者是app 应用程式等等 你就是可以直接输入 比如说我现在找google chrome好了 然后我也不用全部输入 它就会出现我要的那个app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快速打开app的方式 再跟大家讲一次呢 就是你先要叫出这个spotlight的功能 就是comment加空白键 非常的方便 再来第三个非常容易搞混动作就是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把你现在所有打开的视窗 应用程式资料夹什么的全部摊开来看 你就可以立刻找到你要找的那个视窗 那这个动作呢是四只手指头往上滑 有没有你的所有的视窗就全部都摊开来了 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快速的去切换你的视窗喔 你就可以切换到不同的视窗里面去找你要的东西 那今天呢你要回复也是往下滑就好了 四只手指头往上滑往下滑 这个动作也非常非常的常用到 有没有以上我们已经教了三四个动作 就是都非常的像 所以如果你刚开始用mac的话 只能多练习了 那在控制中心的画面 你会发现上面有一个桌面1桌面2桌面3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功能呢其实算是非常贴心的 就是我们可能常常很多个视窗都叠在同一个画面上面 用久了就会很心烦意乱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一些视窗移到其他的桌面上面 例如说我今天某个app想要自己单独一个画面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个视窗拉到不同的桌面里面 那我今天要在不同的桌面快速切换也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例如说我现在在普通的画面嘛 我要切换桌面我就是直接四只手指头 往左滑 四只手指头往左滑 它就会快速的切换桌面了 我觉得这个很好用的就是多工 就是你今天可能很多事情同时在处理的话呢 你就是可以一下切换到这个画面 一下切换到那个画面 就不用在那边一直点击 然后要切换视窗这样子 再帮大家复习一次 就是四只手指头快速的左右滑动 就可以切换桌面 然后呢今天这个桌面的数量 你也可以自己选择或者是改变顺序喔 你要增加的话就是按右边的加号 然后改变顺序你就可以直接拖移 那讲到这边呢 我们来帮大家复习一下 以上几个非常容易搞混的动作 那第一个呢就是回到桌面 回到桌面呢是用五只手指头往外滑 往外滑 然后要回来的话呢是往内抓 接着是打开所有应用程式的画面呢 是五只手指头往内抓 那回复的话呢是往外滑 这两个动作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反过来而已 再来第三个是指挥中心 也就是所有视窗的画面呢 是用四只手指头往上滑 回复的话呢就是往下滑 或者是你可以在这个画面呢 点击不同的视窗 你就可以接近到那个视窗了 然后再来呢是四只手指头左右滑 可以切换不同的桌面 那在不同桌面 你就可以打开不同的应用程式 快速切换画面这样子 那现在对于出口版有一些认识之后呢 我们来讲一下第二种回桌面的方式 那这个方式呢就是直接把你荧幕的 其中一个角落设成回桌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例如说我今天滑鼠呢 移到右下角 它就会显示桌面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去取用我桌面的档案 例如说我今天可能这边 这个视窗挡到桌面好了 我要快速回桌面的话 我就是游标移到右下角 就会显示桌面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去抓档案啊 然后把它放进来之类的 那这个过程是不需要按任何的按钮 它就只要移到右下角 就会自动出现桌面 那这个东西要怎么设定呢 首先我们先进到设定 然后我们去找到 左边选单里面的桌面与Dark 这个选项 其实我们滑到最下面 你会看到右下角 有一个热点的按钮 点进去 没有错 我们今天这个功能呢 就叫做热点 也就是在你的萤幕的四角呢 其实有四个热点可以设定 那你就可以自己来设定说 你四个角要做成什么设定 那我个人呢 是只有用右下角设定成桌面而已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自己看看 有哪些东西 你自己有兴趣的 也可以把它设定起来哦 那这个用法呢 就像我们刚才示范的 就是你设定完成之后 你只要把游标移到四个角角 它就会去显示你设定的选项了 那这个功能其实我觉得需要习惯一下 因为我觉得它还蛮灵敏的哦 就是一开始可能会有点不习惯说 你的游标移到右下角啊 它就会自己开始切换画面 会有一点小小的不适应 但是适应之后 你会发现它非常非常的好用 那我刚才有点没有讲解到的 就是右下角呢 它其实算是一个转换的渠道 就是你今天滑过来一次 它是显示桌面 那你再滑一次呢 它就会显示原本的画面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切换的动作 假设我今天呢 可能视窗挡到桌面 然后呢 我今天要在桌面上面取用一个档案 把它汇入到这个程式里面的话呢 我就是游标移到右下角 显示桌面我去抓我要的档案 拨移到右下角触发这个热点之后 它就会回复原本的画面了 那我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开 它就会会进这个程式 那中间我就是一直按住那个档案 再示范一次 就是我直接按住这个档案 然后拖移到右下角 这个时候都不要放开 然后回到程式之后 我再把它放开 这也是稍微需要练习一下的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一下Duck的部分 Duck就是这一排 快速的应用程式选单 那你可能会发现 你的Duck跟我的Duck方向不一样 这个东西就是可以自己选择 你想要让它显示在哪边的 那你就是可以到设定里面 去找到桌面与Duck 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个 荧幕上的位置 你就可以来选说你想要出现在哪边 那我个人是习惯左侧 那你就是看个人习惯来选择 那在Duck上面 你可以自己设定要显示哪些应用程式 就是它上面预设的应用程式 可能不是每个你都很常用到嘛 那你就可以把它从Duck上面拿掉 它还是会出现在应用程式的启动台 是没有问题的 例如说我们今天真的很少用到形式力的话呢 我就是可以用两只手指头 点一下这个形式力 上面有一个选项 这边就有一个从Duck中移除 它这边虽然移除了 但是我在应用程式里表它还是在的 那例如说我今天想要把我下载的应用程式 加到Duck上面的话 也没有问题 我就是直接把它拖进去 例如说我今天要新增这个应用程式 我就是直接把它拖到Duck上面 它就会出现在这边了 然后你也可以去移动它们的位置 就是这样把它滑过来 滑过去这样子 然后下一个应该是非常冷门的功能 但是我发现后来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 就是在Finder里面先设定好你很常用的资料夹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平常要取用档案除了桌面之外 很常用到的就是这个Finder里面的 左边的这一排对不对 其实这一排是可以自己设定 你要哪些资料夹的 那要怎么设定呢 首先呢我们先在资料夹这边找到 你想要放到列表上面的那个资料夹 例如说我想要放这个音乐的资料夹的话呢 我就是可以直接把它拖到这里面 然后可以拖到不同的位置 它就会跑进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也可以去切换它的顺序 那同理可证呢 你也可以把上面的一些不常用的资料夹 把它移除哦 就是一样用两只手手点两下这个资料夹 上面呢就有一个从侧边来移除 它就会消失了 这个功能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 然后呢 接下来我还想要分享Safari的快速键 因为我后来发现Safari有用快速键的速度 真的差蛮多的 首先第一个我非常常用的功能是开启新分页 就是在同一个视窗里面呢 但是打开一个新的页面 那它的快速键呢是Command加T 它就会开始一个全新的视窗 那你就可以去打开你要的网页 那第二个非常常用的功能是打开新视窗 也就是你想要开一个全新的视窗 就是跟这个分开的话呢 叫做Command加N 它就会打开一个全新的视窗了 那你就是可以把它拖移到视窗的两边 那我刚才这个自动切割的功能呢 是一个叫做Magnet的免费的App 大家可以去下载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也蛮好用 但我比较少用到的是关闭应用程式 关闭应用程式的快捷键叫做Command加Q 也就是Quit的意思 我就是Command加Q 它就会关闭应用程式了 然后我发现我刚才有少讲一个 也非常好用的东西叫做全选 例如说我们现在要全选这边的文字的话 我觉得就是Command加A 它就会全选这个文字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搭配其他的快捷键 去复制或者是剪下等等的 然后另外一个也很好用 而且超级常用到的功能叫做复原 就是回复上一步的这个功能呢 它的快速键叫做Command加Z 非常非常常用到 而且这个快速键呢 是在很多应用程式里面都可以使用的 就是例如说我今天不小心删除了 那我就是Command加Z 它就会回复 那如果我要重做的话呢 就是加一个Shift 也就是Command加Z加Shift 例如说我今天把它删掉了 然后我又回复 然后我要重做的话呢 我就是Command加Z加Shift 它就会又会删掉了 以上这几个呢 就是我非常非常常用到的快捷键 那每个人的使用习惯可能不同 那如果你想要补充哪些快捷键 或是很常用到的手势的话呢 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给大家 作为一个参考 那我们今天的基础教学就差不多这边 如果大家觉得还不尽性 然后想要学一些更深入的话呢 记得要留言告诉我 我们就可以来做个第二集 好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